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选区细致啊 现在正我们在推动它能够繁荣发展 现在在我们区内有很多的科技的园区 包括了所谓的宏基总部 远东世界中心 东方科学园区 张树湾工业区 宝长坑工业区 现在连远雄都要在那里进驻 来盖所谓的科技经贸中心 将近已经几千家公司在那个地方 未来 也可以讲将来会有数万名的员工 现在本席正在推动 也结合了地方人士他们的期盼 我们希望将来把这个整个的整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细致的一个经贸远区 也就是在中间成立产业创新中心 产业物流中心 产业运筹中心 以及媒体中心 这样子一个共同组成一个大细致的经贸远区 目的就是繁荣细致 目的就是增加细致在地就业的机会 将来不仅希望能够因此而串联起来 所谓的内湖科技园区 南港软体园区 不仅希望串联 并且也有一个雄心壮志 要超越南港跟细致的园区 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动的一个情况下 经济部能不能够全力帮助我们来达成完成这个计划 请部长回答一下 我二要做个报告一下 有关细致经贸远区 现在变成大细致经贸远区 我第一次听到是朱市长跟我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构想很好 地点非常理想 交通也方便 而且呢 具有几个园区在那边 刚刚提到都知道了 后来把它扩大成为大细致园区在那边 那不管是叫细致还是大细致 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经济部会尽全力来帮助新北市政府来促成这个案子 跟您报告一下 在促成这个案子中间有很多具体的东西了 了解了解了解 比如说在这个经贸远区中 你不可能有大型的电塔放在中间 大家又担心安全 又影响观瞻它的美化的问题 所以这个电塔的问题 尤其包括现在我刚刚讲的 现在的这几栋的经贸大楼 包括东方 远东 宏基中间 就有一个大电塔 我看过 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地塔 电塔 都走向地下化 可不可以 把电塔拆除 那就是说我们看这整个系纸经贸园区的整个计划出来之后 我想该经济部配合的地方 我们尽量配合 跟你报告一下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台电公司的部分 或者工业级的部分 我们都尽量配合 跟你说明一下 这个还有就是自来水的问题 将来我们这个大系纸经贸园区 一旦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预计可以增加几千家的厂商在这个中间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全力在推动 部长也晓得 可能都晓得 我们包括交通 不论是捷运 台铁的捷运化 不论是公路的 把它的增加很多 上北一高 北二高的这个闸道 都在全力在推动 那将来在这个上面 很多要配合 除了电塔地下化 拆掉之外 自来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部长能不能够来在自来水 能够充分供应这些工业经贸厂商 能不能够在自来水方面做一个保证 我跟委员报告就刚刚提到的 这个系纸或是大系纸经贸园区 将来一定是新北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计划 那计划在工业过程面 我们会也很乐意参与 那之前不管是水电 产业园区 需要经济怎么做 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能够做的 我们尽量做 跟委员报告一下 大系纸经贸园区 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在鼓励厂商进驻上 经济部有没有可能 能有奖励办法 目前因为我们的整个的 促进投资奖励方案 都很透明化 都很一致化 打个比方 因素税降下来了 其他措施并不多 不过如果把基础建设做得更好 把服务做得更好 就能够吸引更多厂商进来 这部分我们倒是可以帮忙 部长 这个第一大个 关于大系纸经贸园区 我最后请教你 经济部能不能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协助大系纸经贸园区的成立 只要在这个新北市这边有需要的话 要经济部怎么配合 要怎么找窗口 或找对应单位 我们来安排的 好 我第二个问题简单请教你 就是瑞芳工业区 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已经现在土地使用 已经饱和了 现在 它是在民国七十年 就已经开发完成 目前土地完全饱和 在里面的厂商要扩大它的厂房 没有土地可以用 内部就缺 希望能增加三十公顷 有这个需要 那要再去吸引外部厂商进驻 那就需要更大的土地 所以在这个方面 在这个扩大用地范围上 经济部能不能来帮忙 能不能来扩大工业区的范围 可不可以 假设瑞芳的厂商 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要进来的厂商 有这个需要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规划一下 但是那地方我个人所要求 我去过几次 好像在附近要找地 好像不容易 你想那是一个比较高的台地 要进去嘛 是不是 我们来找找看好不好 好吧 能不能找到适当的一个土地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做处理在那边 只要厂商有需要 经济部有义务来帮厂商的忙 这是我们的责任 好 我想总之在土地上 请部长能够注意扩大化 包括甚至用征收的方式 希望部长都能考虑好不好 只要地点的可以 可以适当的话 我们来考虑一下 好 因为它涉及到瑞芳的繁荣 以及就业的机会 好 谢谢部长 谢谢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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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